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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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它的品牌一家不如一期大众的速腾 但是实用性方面空间方面它是完胜的 除此之外老胡还有两种车型可以给你推荐 一个是MPV上海大众的图观L 也是1.4T的发动机 自动挡的变速箱 价格跟相仿 SUV你可以考虑一期大众的探月 它两区的自动标配的价格也在这个区间之内 喜欢SUV和MPV 你还可以看看这两个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首先说您是喜欢一个代步车 日系为主 首先期达您的预算不够 十万以理肯定下不来 那么志炫 V池 还有飞度 这三个车你选哪个呢 两个风险一个本田 实际如果你喜欢两项车 飞度我是推荐的 基本上10万块钱落地是够的 它空间和动力方面值得撑到 而且认知度保质率都相当不错 1.5的地球梦发动机非常强劲 如果你喜欢三项车 我建议你看看V池 1.5的V池自动挡的CVT的 10万块钱也够 喜欢三项的买V池 喜欢两项的买飞度 你说的车型就是广风的 这个车志炫 品牌认知度和保质率也不错 但是它不如维持那么普遍 那么认 所以我的推荐就是这样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胡老师 感觉您说车很权威 最近准备入手一辆SUV 落地驾控制在20到25之间 比较喜欢您系大众的探月这个车 请您帮忙推荐一个版本 是该买330两驱豪华 还是330四驱豪华呢 它们的变速箱有什么不同呢 同级别车里面 胡老师还有什么推荐呢 谢谢 探月是新锐车型 它这个入门级的车型低探到16 高配的车型278 您说这两种车型差1万5 其他配置相当 看您在哪 南方地区我觉得两区都够 在咱们北方我觉得四驱的更好 因为冰雪路面四驱的确实有优势 它的R2连版性价比最高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助您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时间呢 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坎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意义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